餐桌上,唐龙分别看向司明礼和司义千,礼貌开口。 对于此次目标的情况,我们已经有所掌握和了解。 唐龙兄弟说的,可是那女人身边的几位雇佣兵? 是的。 唐龙点了点头,旋即取出了一副文件,戴上了镀金的金丝眼镜,将文件打开。 是这样,目标身边一共有五人保护,都属佣兵职业,首领人称江老鬼,核心成员四位,三男一女,宋强,唐斌,凯迪,娇娇。 其中娇娇身手最好,精通的杀人剧最多,而且心狠手辣,手上有一百多条人命,十分残忍。 听闻此言,思明里和思义千两人,不由看向此刻文质彬彬,斯文有礼的唐龙。 就这家伙,还说旁人多残忍。 年纪轻轻,便已经成了A级雇佣兵,其身价甚至比龙音佣兵团的团长还要更高,名声也更大,属于龙音佣兵团的金字招牌。 别看现在的唐龙如此斯文礼貌,却是一个十足的心狠手辣之辈。 自然,思明里只是听闻过唐龙,一些唐龙的事迹却也是道听途说,至于真伪,尚不可知。 这几人属于麒麟佣兵团,在麒麟佣兵团巅峰时期,结果S级任务七次,完成两次,所以只被评为A级佣兵团。 上次在国外运输一件货物时,黑了雇主,可谓穷凶极恶之辈,任务难度并不低。 那…… 思明里有些疑惑,不知道唐龙什么意思? 斯先生,我需要增加雇佣费用三成,如果斯先生答应,我会立刻执行此次任务。 可如果斯先生不答应,今日大家就算交个朋友。 唐龙将文件合上,轻声笑道。 听闻唐龙此言,思明里的眉头一皱。 佣兵费早已经谈好了,可这唐龙却是一点也不讲规矩,竟然要求临时加价。 好,唐龙兄弟果然是个直爽人。 行,只要任务完成,我就给你加三成的费用。 思明里虽说心里憋着气,但事到如今,却也只有妥协。 好,既然斯先生答应,这份合同,麻烦签一下。 当即,唐龙拿出了一份佣金合同。 看着这份早已准备好的合同,思明里的嘴角微微抽动。 看来,这唐龙早已经吃定了自己,连合同都是事先准备好的。 思明里的面色略微有些阴沉,旋即起身,将合同签了。 词先生,十分抱歉,我这个人最看重合同,毕竟口头协议都没有合同来得实在。 唐龙将合同收好,轻声笑道。 这种合同,自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,只不过,拥兵联盟工会却是认同。 任何一方签订了拥兵合同,若是不履行合同的职责,拥兵联盟工会便会出面解决。 告辞。 当下,唐龙理了礼衣服,带着数位佣兵起身离开。 唐龙兄弟,我要活狗。 思明里连声提醒。 好的,四先生,我明白了。 唐龙汉手,头也未回,静止地离开了餐厅。 玫瑰小楼。 主人,主人,今天我又发明了一道新菜,您尝尝这个。 啊,凤围火虾,这不是我自夸的,一般人还真吃不到。 胖子端着一盘红色的大虾,走到夜晚晚的身旁,随后将围军取虾,将大虾端到了餐桌上。 夜晚晚看着近在咫尺的红烧大虾,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,眸内满是渴望。 只不过理智告诉她,她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,她这两天已经吃撑了。 但是,夜晚晚凑近色香味俱全的红烧大虾,轻轻一嗅。 啊,好香啊。 娇娇,你过来吃。 夜晚晚盯着一旁看电视剧看得入迷的小萝莉,忍痛开口叫道。 主人啊,人家不吃,会变胖的。 娇娇可怜巴巴地看向夜晚晚,这时老管家走了进来,随口道。 主人,我今天看到有个小孩子,一直在院子外面徘徊,不知道是哪一家的。 小孩子,估计是附近那户人家的吧。 夜晚晚闻言没有在意,还不等老管家开口说话,门外突然传来砰砰的凉声一响。 是枪声。 当即,老管家阴质的眸子朝着门外看去。 小萝莉和胖子立刻站起身来,返回各自的房间,不过片刻重新来到大厅。 怎么回事? 长发男和胡须男听到枪声之后,也立时冲入了大厅。 只怕是针对我们来的,小萝莉开口。 估计还是同一伙人,宋强、唐斌,你们两个去保护好主人,我们三个出去看看。 老管家下令。 好。 胡须男点了点头。 放心吧,有我强哥在这种地方镇着,谁敢过来,我把他脑袋打掉。 强哥,你好棒,你好厉害。 长发男看着胡须男满脸的崇拜之色。 那可不是,你也不看看你强哥是什么人。 胡须男冷笑一声。 说话之间,胖子、江老鬼和小萝莉三人立即冲了出去。 几乎是虚语之间,门外传来一阵打斗之音,随后便是追逃声。 哼,山是一群不开仰的东西,竟然跑到这里来寻死。 胡须男道,有强哥在这里,那些人都是找死的。 长发男崇拜道,夜晚晚的霉套深深促起,只怕这件事没有这般简单。 之前出现的几个佣兵,显然是针对自己来的,应该和小萝莉与江老鬼他们的关系不大。 原本,夜晚晚想将这件事情告诉思夜寒,只不过,目前思夜寒还在国外,怕他知晓后立即回国,耽误正事,所以没有开口。 请问,有人在家吗? 忽然之间,门外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,以及一位年轻男子的声音。 主人! 胡须男看向夜晚晚。 去开门吧。 夜晚晚沉思片刻后,旋即开口。 好。 胡须男立刻走上前去,将房门打开。 门外站着几个黑衣男人,为首之人年纪二十七八岁的模样,头发却已是花白,戴着一副镀金丝边的眼镜,看起来文质彬彬的。 你们几个留在外面? 唐龙看向身前的几位佣兵,随后独自一人进入了大厅。 见唐龙单枪匹马地来到大厅,长发男冷声问道,目光满是警惕。 门声,唐龙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意,轻声回答。 你们好,请允许我向几位介绍一下。 我叫唐龙,龙音佣兵团的一个小队长。 龙音,佣兵团? 唐龙! 听闻唐龙的自我介绍,胡须男和长发男的神色大惊。 龙音佣兵团并不可怕,但是佣兵团内的一位叫做唐龙的队长却是…… 长发男和胡须男并不傻,自唐龙出现的这一刻起,他们便已经知晓他们遇到了什么事。 我弄死你! 几乎是虚语之间,胡须男伸手便朝着唐龙抓去,只要能够控制住唐龙,那便什么事都没有。 然而,还未能等胡须男近身,却见唐龙的身形微微一侧,右腿笔直地抬起,耍。 大厅内,传来一阵破空声,只见唐龙将双手放在裤子的口袋里,右腿却是横扫而出,残影闪烁,快到极致。 甚至,胡须男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整个人已被难以言喻的巨大力道,壮志横飞了出去。 你敢打我强哥? 只见长发男怒声大喝,抬起一掌便是朝着唐龙轰去。 抱歉,我并不喜欢动作,所以也麻烦你助手比较好。 唐龙扶手而立,站在原地,只是身躯微微闪动,长发男轰触得数十掌,却一一被唐龙在云淡风轻之间躲掉,甚至连唐龙的一根毛发也没碰到。 你找死? 长发男满脸的怒气,这唐龙是在羞辱自己。 见长发男的攻势越来越猛烈,唐龙自口中一声轻叹,旋即却也未见如何动作。 右臂的臂肘却是狠狠地撞在了长发男的脸上。 下一秒,长发男与胡须男如出一辙,同是横飞而起,撞飞远处。 你,你死定了?唐龙,这个地方,不是你能来的,你得罪了主人。 胡须男孩在喋喋不休,唐龙却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,让手下将人押出房外。 抱歉,弄脏了你的房间。 唐龙擦了擦手上的血迹,随后朝着叶婉婉供了供腰,以表歉意。 是谁让你们来的?夜晚晚看向唐龙,冷声开口。 夜小姐,这属于机密任务。 对于雇主的身份,按照职责操守,我们需要保密。 所以,无法与夜小姐说个清楚,还希望夜小姐别在意。 你的雇主出多少钱,你帮我把他干了,我出双倍。 此人的身手,快到连夜晚晚也看不清,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。 夜晚晚却也有自知之明,以自己而言,不可能会是唐龙的对手。 然而,傭兵接下任务,不过就是为了钱,自己却可以出更多的。 呵呵,夜小姐说的,的确令人心动。 只不过,有些违背了我们这一行的规矩。 我出三倍。 夜小姐,很抱歉,这不是钱的问题。 四倍,夜晚晚伸出四指。 可惜,我签了合同,否则,或许真会答应夜小姐。 唐龙颇为无奈,他若是反水,拥兵联盟工会绝对容不下他。 五倍,这是极限了。 这般,若是夜小姐此次能够活着,以后我很乐意与夜小姐合作,但这次,唐某无能为力。 夜晚晚心里清楚,像唐龙这类人,身为雇佣兵,倒并非是针对自己, 只不过是接受了旁人的任务,并且签署了由雇佣兵联盟保护的合同文件。 别说自己给唐龙多加五倍的雇佣酬劳,即便是多加十倍,只怕唐龙也未必能够答应。 当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? 夜晚晚看向唐龙,听闻夜晚晚此言,唐龙却是摇了摇头。 夜小姐,很抱歉,我是雇佣兵,只按照雇主的意思行事,只不过, 夜小姐也不必担心,雇主让刘活口,所以我不会对夜小姐如何。 我那三位朋友呢?夜晚晚问,心中不免担忧娇娇和老江他们的安慰。 唐龙这种人,一看就知道不是简单之辈。 夜小姐,之前的那三位雇佣兵已经被我的人引走, 夜小姐也不必指望他们能够回来施救了, 即使是他们返回,也不过是多抓几个人而已。 听唐龙如此说,夜晚晚便彻底放了心, 他也不希望小萝莉和江劳鬼几人因为自己深陷泥潭。 能不能把刚才那两人给放了? 夜晚晚以商量的口吻道,闻声,唐龙却是摇了摇头。 夜小姐,十分抱歉,这个做不到。 此刻,夜晚晚吓意识地朝着前方的手机看去, 手机铃声响起来了,铃声有些特殊, 夜晚晚寄的是自己专门给聂无明和一枝花等人设置的。 如果他能接下这通电话, 让聂无明几个人知道这里发生的状况。 只怕到时候无论是那位班砖爱好者, 亦或者是算命的前来, 都能够轻易地将唐龙这批人震慑离开。 只可惜,现在的夜晚晚却是没有任何机会能够接下这个来电。 夜小姐,你看是你自己跟我走, 还是我来动手。 当然,我希望夜小姐还是能够配合一些, 唐某人也并不喜欢动手。 唐龙看着夜晚晚笑道。 听闻此言,夜晚晚焊手。 好,今日我便跟你走。 唐龙这个人, 仅是从方才将宋强和唐斌瞬间击败, 便不难看出, 此人是个超级高手。 他们以二人之力面对唐龙这号人物, 甚至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 而且,以夜晚晚的眼力所见, 唐龙击败两人时, 恐怕根本就没有认真。 唐龙真正的战斗力, 至少是之前出手的佣兵的十倍以上。 好的,谢谢夜小姐能够配合。 唐龙先是对着夜晚晚道谢一声, 旋即身形微微一侧, 弯腰伸出手臂, 做了一个请的姿态。 当下,夜晚晚在唐龙的注视之下, 朝着门外走去。 大厅外, 唐斌和宋强已经被抓上了车了, 夜晚晚则在唐龙的看护之下, 上了另外一辆车。 然而, 正当唐龙一行人打算离开此处时, 其中一个雇佣兵的余光, 突然看到院子里,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小男孩。 那孩子约莫四五岁大的模样, 长相非常热眼, 虽然是粉雕玉琢的一只小奶瓣, 但那目光竟然令他感觉到了一种超越了他年纪的良意。 这孩子。 你们是什么人啊? 佣兵正狐疑, 小男孩竟冷逆着他, 主动开口说话了。 见佣兵不说话, 小男孩的视线扫过他颈边的一处纹身标记, 自言自语地开口。 龙吟 佣兵团? 佣兵文言顿时满脸的个人, 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奶玩, 竟然能认出龙吟佣兵团的标记, 肯定是他听错了吧。 根据他们的调查, 这栋院子里没有小孩子, 这孩子怎么会正巧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? 不管, 以防万一, 带走再说。 那佣兵当即上前, 一把将小男孩扯过来, 丢进了车里。 小男孩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傻了, 不哭也不闹, 乖乖地任由他将自己带上了车。 在佣兵看不到的地方, 暗中的两个身影疏然起身, 正要动作, 却被小男孩的一个眼神给逼退了, 又重新隐匿到了暗处。 队长, 我刚抓了一个小男孩, 他凭空出现在花园小楼里, 我…… 原本的雇佣兵还想对唐龙请示一下, 奈何唐龙早已经上了最前方的一辆车, 并在他请示时决沉而去, 让他吃了一嘴的汽车尾气。 而此时此刻, 夜晚晚看着忽然被人丢上来的小男孩, 不由得一愣, 这些人不是来找自己的吗? 怎么还抓了个孩子? 没听说过, 雇佣兵还干绑架勒索的买卖呀, 而且看唐龙的那副样子, 也不是喜欢干这种勾当的雇佣兵啊。 那…… 那这个小男孩是怎么回事? 夜晚晚本来还在想是怎么回事? 很快, 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个小家伙的身上。 只见那奶娃娃穿着一身明艳的宝蓝色的小西装, 粉色的领结, 腰身挺得笔直, 一双漂亮的不像跨的丹凤眼, 眼尾微微上扬的弧度, 透着一股嚣张和煎熬, 加上挺翘的鼻梁, 薄薄的唇, 微抿着, 简直如同浴雪堆一般的可爱漂亮。 这孩子, 无论是气质姿态, 都与一般的孩子不同, 那是只有顶级世家才能蕴养出的清贵气息。 我去, 这小奶娃将来要是长大了, 绝对是霍国殃民级别的呀。 到底是怎样逆天的基因组合, 才能生出这只小奶娃来? 呃, 等等。 叶婉婉看着看着, 神色忽然一争, 忽略她这身鲜亮的打扮, 这孩子给她的感觉怎么如此眼熟, 好像在哪里见过? 不过, 更让叶婉婉侧目的是这小奶娃的反应, 怎么被扔到了车上之后这么淡定? 在叶婉婉打亮那孩子的同时, 小家伙的目光也落在了她的身上。 叶婉婉自然也注意到了小奶娃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。 你是哪家的孩子? 怎么也被抓过来了? 小奶娃闻眼, 眸光微闪。 你不认识我了? 叶婉婉眨了眨眼睛。 啊? 我们认识吗? 不过越看着气场越熟悉倒是真的。 小奶娃看着她, 目光不易察觉地冷了几分。 你认为我该是谁家的孩子? 这问题更奇怪了吧。 叶婉婉被问得一脸迷茫。 不过, 啊哦, 太太太太太么可爱了吧。 这冷着小脸的样子更招人了怎么办? 啊, 我的爪子怎么好像要失去了控制了? 忍住忍住。 见叶婉婉不说话, 小奶娃漆黑的目光一点点地暗了下去。 片刻后, 叶婉婉终于冷静下来, 斜直着下巴, 看向那浴血可爱的小奶娃, 微微一笑开口道。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, 不过姐姐倒是真希望你是我家的。 其实是以病还没考虑。 不过姐姐 keinen特别的意思。 我已经不过宁与您的那里就做了事情了吗? 我觉得, 找一个调吗? 如果没有自己的人想念, 我能够给你一张耳心。 那你却想像那样的小亩产生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